山上区鸣河里的压克力厂传出吓人的爆炸声 火丘不停往上窜有够吓人 烈焰冲天燃烧面积不断扩大 形成巨大的迅壮云 大家吓得赶紧逃命 由于里面存放甲本跟甲醇等毅然物质 助长火势空拍画面看得出来 整座工厂全面燃烧 消防局一共出动41车86人前往抢救 抵达时由于火势实在太大 出动消防机器人协助灭火 事发在18号早上8点44分 附近工厂的监视器录下惊悚爆炸瞬间 接连的爆炸声响可以看到厂区碎片 先往上喷飞 还好工厂立即疏散人员没人受困 8点40几50几左右 大火从8点44分烧到下午4点多还没熄灭 据了解厂商有申报甲本及甲醇133万公升 过氧化物有1.6公顿才会烧这么久 环保局人员也在场监测空气表示有闻到臭味但对民众没有明显的影响 认定工厂违反空污法跟水污染防治法将予以告发 这把火同时也把厂区内几十辆的G7车全部烧毁 至于火灾原因还有损失 只能等这些化学原物料烧光之后才能进一步厘清 东森新闻 蝗虫群红宝青春配在台南的采访报道